一直到二次大戰都是這樣 二次大戰以後 歐洲整個打掉了 那最主要 我們都知道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亞爾拉密約 亞爾拉密約就是把英國 法國的勢力 由美國跟蘇俄取代 也就是美俄取代了英法的勢力 而英法是擊敗德國 所以以後的勢局就不再是歐洲和美洲的問題 而是美國跟蘇俄的問題 以後就到了仁戰 這就是二十世紀的後期 那麼下面第二個呢 我要給大家介紹的就是經濟思潮 以前的人是有牧為神 以後的人就是農業為神 農業有牧都是靠天吃飯 老天下雨了就有飯吃 老天沒雨了你只有七刀魚 所以這個時候叫敬天為神 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像所謂的趙勢主祈求皇后 那下面要講的 這個時候出現的最重要 就叫工業格 不再靠天吃飯 靠人自己吃飯 所以今天下雨天你們會怕嗎 爽的不得了 下雨最好帶把雨傘 情人的時間 颱風爬不怕 颱風爬不怕 颱風觀賞夜景 躲在汽車裡面 躲在房間裡面 那我一個探農烤烤 我還烤肉吃 爽的不得了 十九世紀的人碰到颱風怎麼辦 那下次碰到地震怎麼辦 碰到下雨怎麼辦 就跟狗啊 包圍一樣 全是落草雞 你知道以前的人沒有火 沒有火以前的人怎麼過的日子 他怎麼取暖 所以人要跟狗跟馬睡在一起 因為動物體溫特別高 所以以前人跟畜生是住在一起的 為什麼他要取暖 要暴暖 你知道整個人類文明 在工業革命十六世紀最偉大的事 是毛髮名物 人本來是活在自然當中 受制於自然 遭出而落 目入而息 對不對 這時候我告訴大家 十九世紀之後就會當一個東西 就是電燈 電燈出來後就沒有白天晚上 晚上也是白天 白天也是晚上 反正就不分二十四小時 簡單說大自然的輪場 被人的能力所過關 你去過拉斯貝加斯嗎 你去過拉斯貝加斯的時候才會發現 他們在這個晚上的時候 在賭場的那個shopping的街道 邊上你蓋一個屋頂 那個屋頂就是鐵頭 你到晚上一走出去的時候 以為是白天還有太平 他可以把你造的微妙微笑 他根本就沒有白天晚上 只要進到賭城永遠都是白天 他永遠都讓你在路面 你不知道你是什麼世界 你可以發現到電燈都不大 改變一個人所有生命的作息 所以以前的人你知道嗎 太陽一下山了以後 你該當怎麼過日子 你根本沒有地方可以去 你們現在不怕海風 我告訴你我做小孩的時候 比你這個時候還小一點的時候 那海風一來全家警報 跨到屋頂上面去棄磚塊 所有的東西呢 全部都要把它墊起來 然後下面的東西都要積高 然後開始漏稅 英國中年 台灣非常的解困 平均的壽命都五十幾歲 我的母親得個肺病就死掉了 三十幾歲就走了 現在肺病也有問題 不是病 你要知道嗎 這個生活的條件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 可是現在你可以發現到 當工業發展越來越多 你注意到你有一個東西不見 什麼東西不見 你的感覺 你的感覺被所有的機械文明所取代 被所有的廣告所支配 你的感覺越來越受到壓抑 你有的時候真正要想找到自己 卻找不到自己 所以現代的人 他非常的焦慮跟彷徨 我的學生 我以前也開大學入門這個課 在福人大學 我叫我的學生每個人提出 就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好奇的問題 我發生 我發生 問題 歸屎以後 看到一個人 生活忙碌 生命寂寞 每天都在忙 最後不知道 忙了甚至 每天都覺得時間不夠 然後也不曉得做了什麼 總覺得日子就是這麼過 很多很優秀的學生 他說從小開始 乖乖地唸書 做一個有用的人 當今天詩問自己 了無聲去死 也就是說 他的感覺被剝奪 他必須跟著別人的感覺走 而不是自己的感覺 你知道廣告最可怕的是什麼 廣告最可怕的就是讓你買了你不要的東西 所有的廣告都是垃圾 因為你要的東西你一定不需要看廣告 你就會去忙 當你看了廣告去買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垃圾 那你的感覺就被廣告支配 如果你沒有 你就覺得不爽 你覺得不悅 你非有不可 可是你覺得有的東西明天又丟掉了 因為那並不是你想有的 只是廣告告訴你你一定要有 可是沒有又怎麼樣呢 可是你受不了那個廣告的迫害 你一定會去的 好像101開幕了 如果你不去 你就覺得你太虛了 101都沒去過 所以你也去 可是去你又不覺得怎麼樣 101就是這樣啊 講兩句話跟他講講我去過了 對你的生命裡面完全沒有什麼內涵 你知道嗎 今天生活的盲目就是在製造這種廣告給你的感覺 可是當你自己要找回你自己的感覺的時候 找不到 沒有一個地方給你 這就是你最悲哀的地方 所以工業化 產品化 物質化 最後 非人性化 那麼這個非人性化我們不要說得那麼刻薄 也就是說你的感覺在哪裡 它可不可能 那這個就變成最大的一個生命難題 這是十九世紀以來工業化革命所造成的一個現象 那麼今天你們可以發現到 你們可能用數位照相機用手機 手機拿了打電話就好了 數位照相機拿了會看好了 不 你要換個牌子 你一定要換個更好的不然太迅力 所以你又回去賺錢 因為想辦法去弄錢買個更新的 那救人怎麼樣送人丟掉 你基本上你的生活完全是被人家支配的 等到有一天你突然發現到我不要這些 可是你又沒有辦法脫離這些 這就是你一生最大的災難 我不期望你會改變自己 因為你是社會的產品 你們是被廣告支配 被社會支配的一群人 你要知道嗎 這些人就是靠著你們對廣告的支持 而他可以有更多的財富 你西低一張多少錢 你們大概都知道 西低一張本錢不超過二十塊 包括製作費用在裡面 可是西低一張賣三百塊 這兩百八十塊錢在哪 這兩百八十塊錢是廣告的 而廣告中間 他讓很多常識廣告的人 有了吃足玩樂 所有製作的人有了吃足玩樂 真正生產的東西 只有二十塊錢 今天所有在現代的社會叫消費廣告 他賣的不是產品 而是你 他賣的就是那個廣告的東西 而廣告呢 基本上呢 就是打動你的心 刺激你的慾望 今天所有的東西都要從銷售員來看 你看耶穌 他本身創造了一個基督教 可是耶穌沒什麼了不起 最了不起的是保羅 把他賣到地中海去 所有地中海所有人都信了基督教 國父孫中山先生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他旁邊的人 把他賣了一個三民主義賣出去了 所以他並肯定是大總統 我告訴你 幾乎大家都在兜售 有人兜售的是官民 有人兜售的是產品 可是就產品本身來說 有需要跟不需要 最後你要過你自己的日子嗎 還是你過別人教你怎麼過的日子 就好像我在這裡講的同樣的話 你要知道你是誰 一個人不過吃喝玩樂 人生就是這麼一趟 可是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相信你絕對不會過 你永遠要別人告訴你做什麼 我看你天天都在這裡 所以工業化是我們今天逃不了的一個東西 從科學以來到科技的發明 科學最重要是讓我們 從懷疑開始 從歸納開始 從人可以設計的開始 我告訴大家 我舉個簡單例子 神學跟科學有什麼不同 19世紀前後有什麼不同 但是科學從17世紀開始 蘋果從樹上掉下來 牛頓他可沒問蘋果是哪裡來的 他只問蘋果為什麼會掉下來 所以他找到科學的定理 如果是神學 他不會問蘋果為什麼會掉下來 他會問為什麼會有蘋果 你記得有些問題問為什麼是沒有答案的 是自取煩惱 科學問的是第二個原因 不是第一個原因 科學問的不是what is this 是how 也就是說蘋果為什麼會掉下來 他找到低心影響 為什麼掉下來的東西會速度更快 在綜藝加速度 他可沒問這個東西是哪裡來的 過去神學會問誰創造了人 上帝創造了人 可是那個答案是無解的 所以科學都是從第二個原因出來造的 所以科學幫我們進步了很多 科學 可是科學沒有辦法去解決 原來的那個第一個原因 就是人究竟是誰 他只問人做了什麼 所以這就回到我一來就講的 一個人科學幫你是解決所有問題 可是科學沒有幫你面對問題 而神學裡面幫忙你都是面對問題 那麼第三個 因為工業革命以後 當然帶來了就很多的問題 那麼出現的叫社會失常 而在這個時候的社會失常 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你們常常在書上變成叫馬克思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失常 那同學對馬克思一定很好奇 我跟你講 馬克思 從大學念書時代 喜歡喝酒抽煙 不喜歡念書 喜歡罵人 他念書的時候 博士也沒有念畢業 他是拿到另外一個學校 可以不必選課 直接繳交論文就畢業的一所學校畢業的 所以他一生只有一個頭銜 就叫馬克思博士 畢業以後他也不做事 原來在《來英報》做了一年 就不做了 就把人家報紙做垮了 他一生就喜歡 揍煙喝酒罵人 他飄盪三個國家之間 一個布魯塞爾 伊利斯 一個就是巴黎 一個就是倫敦 他腦袋裡面所學的 就是德國怎麼強大 變成法 學會的就是法國人道的精神 學會的就是英國工業革命的一個墮落 馬克思一生就在這個浪跡當中度過 那麼他所想的問題 就是他想學法國大革命 給人類一種願景 他學會的是德國如何強大 還要學會的是怎麼樣子批評資本主義的權力 那我研究過馬克思 馬克思最重要一句話 就叫做義化 在他資本人三本裡面 他最重要談一個真理 人不再是人 人本來活在社會上就是人 可是真正人活在世界上 所以活在人不是人 因為人應該跟動物一樣活在自然當中 可是人雷開了動物而縱向了社會 所以人不再是人 他最有名的義化這一句字眼 是用在他資本人的第一個概念 就叫利潤 他說過去生產是為了需要 現在的生產不再為了需要 現在的生產是為了利潤 而利潤本身就出現了剝削 這就是馬克思的基本論點 馬克思的基本論點就是告訴你 人活了已經不再是人的特質了 人變成非人 人開始剝奪了人的處在 過去一個米生產出來的時候 夠吃一種交換價值體系 現在的米生產出來了 它不是夠吃了 它是賺錢的 它認為這個賺錢就是資本家累積的剝削 所以從這兩個角度來看 馬克思就提出了他的一個辯證哲學技術 以後他就把它擺在哪裡呢 擺在歷史裡面去判索 他從歷史的發展經驗裡面 終於找到一個答案 也就是說當生產工具轉變了以後 那麼這個剝削的對象就轉變了 而人呢被剝削得越來越厲害 那麼這種社會主義的思想 怎麼樣子讓人了解 一個社會要回到它原來的一個狀態 馬克思提出一個最主題 所以他提出一個共產主義的哲學 一個哲學的辯證 可是我要說一句話 馬克思看過電腦 沒有 那不是沒見過電腦 馬克思所有的哲學思辨 社會學思辨 是一個產品的認識 今天呢 今天是在一個工業社會裡面 今天的社會已經發展到 不是生產產品 它是一個消費 過去是生產以後來消費 現在是創造消費 而跟生產很關 今天的消費文化 它是尋找一個消費的意義跟價值 而不是尋找生產之後的使用價值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以前有匮乏不足 今天沒有匮乏也沒有不足 除非你活在非洲人 基本上只要活在今天這裡面所談到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哲學 你能夠了解你的 你就可以克服 可是你今天為什麼會這樣 你常說我都不知道 你為什麼不知道 那是來自於你的潛意識 你的潛意識哪裡來的 它不是像佛羅伊德說是信而來的 而是你之前父母所給你的文化 你的國家社會所給你的文化 所以你永遠不知道你是誰 我曾經說我讓我的學生寫報告 寫毛澤東寫蔣介石 寫陳水平寫李登輝 你們怎麼寫 如果這個題目叫你們寫 你們就會寫它的封功偉頁 你永遠不會了解 如果從它的封功偉頁的言談四季當中 你所看到的是假象 我說你要了解他跟他媽媽怎麼相證 他跟他的愛人怎麼相證 他跟他的同學兄弟怎麼相證 那你就真正知道他做事的行為動機 否則你不會知道 交男女朋友的時候 你們常會遇到一個很簡單的事例 有一個男生跟你講 跟一個女生說 這個世界上只有你對我比較好 我媽媽對我不好 我哥哥對我不好 全世界只有你對我好 那我告訴你 你現在跟他什麼關係 你現在跟他是一個路人的關係 來你朋友之前是一個路人的關係 他跟他媽媽是什麼關係 是一個親人的關係 如果他說親人都對他不好 只有路人對他好 只有路人對他好 那你不要做他的情 有的嘛 有的你跟他在家生活 有的是你 我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一個人的意識形態 你們不懂 你們以為 捧起他 因为全世界人都对他不好 唯有我对他好 你别忘了今天你的身份敌人 这种人永远只能跟他做朋友 没有资格做亲人 因为一旦你成为他亲人 你就是他作证的对象 那么 讲到这里 我就不在座 我看今天机会难得 因为我是研究两性问题的专家 全身我都在演讲 我看今天在座的女生很多 我要告诉你同学起来的话 语重欣赏因为我对很多大力的女生都说 你们现在交了男朋友 那么交了男朋友以后 在今天我的社会很容易发生性的关系 我必须语重欣赏告诉你 一个性的关系对女人跟男人是完全不同的 男人的性的关系是一种体外 她发生的关系她就忘掉了 女人是体内的 她发生的性关系她就永远念之带之一辈子忘不了 我先看 你先告诉我 所以你发现了 那个发生性关系了以后 男人基本上她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 她只是在卸欲 而女人呢 在体内她是承受的 我们讲的实在话 那么男人去嫖妓 她可以天天画一个 她不觉得 但是女人去找男人的话 她一定从一而重 她不会就坏了 她会把感情覆出去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对女生有计较 当你做了这个行为 你就从天上圣女的地位 变成地下碑女的身份 因为原来是她等你 现在变成你等她 因为你忘不了她 你希望她会出现 她早就忘了 所有这些活动对男人来说都是体外的 她不是体内的 而女人是体内的 你千万记得我讲的这句话 那么所有的诺言 所有的事实都没有用 只有法律可以保障 如果没有法律保障 那你就要承受一切的后果 我再要说 现在你们流行说 戴保险套吃地域药 可以免除生命上的危机 免去受孕的危机 可是我告诉你 任何这一类的药面 浮下去不是男人浮 是女人浮 男人戴的保险套是在女人体内活动的 女人自己吃了地域药 最后我告诉你同学 对男人来说毫发无上 对你来说你承受的第一个受孕的危机 一旦免除了受孕的危机 你却出现生命的危机 今天子宫颈癌入白 不是男人得 是女人得 我再要说 男人对这个事情只有道理责任跟金钱责任 除了法律约束以外 什么批责任都没有 你们女人面对是生死交官的谴责 你们却面对死亡的阴影跟威胁 我再问同学一个问题 任何保险套都是化学合成品 一个化学合成品在一个生物体内摩擦生热 会不会造成死变呢 今天所有的避孕只是给男人方便 别给女人传论 可是我告诉你 你们要付出代价 所有这些事情对男人毫发无事 基于道义他回来看看 最后他会讲一句话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跟他有关 我告诉你 我是专家 因为我到处都在演讲 尤其在今天风气明珠间改变 开放之前 我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 在这里说 证明我觉得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希望能觉 在生活这个无虑的执着 而不要承认成功成功 我是中华民国 少有辅导足迹的人之一 我见过这些足迹 你不信手艺 我告诉你 你是独自要承受 你杀了他们 你有罪 你不杀他 你这一辈子生活都是负担 你跑不了 男人可以不认上 你认绝对不 你看到十五十三十岁的一个女孩子 自己都长得大 还要多一个小孩子 最后他只有自杀 没有第二条 他每天打 打他没有用啊 最后都变得社会问题了 可是他自己都活不下去 所以希望你们这些女生 你千万记得 尤其大人的女生 你要做这种事情可以 你自己要知道他的后果 你要能够承受他 你要不能够承受他 我告诉你 你一个人 在黑夜当中独自哭泣 没有人会了解 没有一个人 感情 来自于感官 感官的特色就是不一定 任何感觉的东西 这种好一定变得不好 今天喜欢的 明天一定不喜欢 所以爱情 它是等于喜欢加不喜欢 如果只有喜欢 那太简单了 所有的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他还有不喜欢 妈妈可以不喜欢小孩 可以喜欢小孩 他终究是爱他 你有爱的条件吗 还是你将 勿将喜欢思维爱 那你一定会被遗弃的 只要是来自于喜欢的东西 他终究是会不喜欢 吃过麦当劳吗 你连吃五天麦当劳 第六天你大概 望而却无 你不想吃 你吃彼仨连吃三天 我看第四天也难以下跌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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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感觉的东西它是不可靠的 蛤 它只有帮你